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才有的话 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 变勤燃气火轮 另外对于餐厅厨房油烟的管制 我们也有辅导措施 另外也有计划的要淘汰 二行程的汽车 其中一个最根本的 就是在2030年 供所有的公务车辆 要改为电动 另外2035年的机车 2040年的汽车 台湾禁止贩售燃油的交通工具 这部分是在我们能源转型里面 要达到减少空气污染的目标 所以我今天非常肯定 中油石油公司 因应行政院的能源政策 替公司及早找出一条出路 避免受到冲击 另外也结合了这么多的业界 大家共襄盛局 所以过去相当的时间 包括经济部 包括能源局 还有工业局 也花了很多功夫 跟我们机车业者 汽车领族间的业者等等 大家共同讨论 我们就是希望 台湾的公司能够协力 顺利达成目标 希望跟大家携手合作 达到能源转型的非核家园 稳定供电以外 还有减少空污 保障民众的健康 又跟国际接轨 同时促进产业的发展 这样的目标 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公司宏图大展 家庭美满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